自108学年度起 台北商业大学空中进修学院 在台东高山提供课程和诗之 就近提供东部民众可以取得二专二计的学习管道 3号上午在副现场张志明的见证之下 和台东高山与台北商业大学校长等人 共同举行的接牌仪式 空中学院透过多媒体学习的方式 依课表日期到校面寿 便令民众进行在职进修 自108学年度起 台北商业大学附设空中进修学院 即将于国立台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内 提供优质师资与吸引设备 让台东民众就近在家乡 即可透过线上课程 以及到台东商校进修 取得二计与二专学位 3号上午在副现场张志明的见证下 台北商业大学及台东高商校长 共同进行合作签署及节目仪式 他只要透过网路 透过电视 透过收音机等等各种媒体 他都可以接触到我们老师的交学跟交谈 那一学习只要来几次 我们老师跟他面授 就是同学在这个网路学习的过程 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假日的时候 到这个高商来 就是我们老师会在这边授课 跟同学面对面 那毕业的时候 我们也是都会有毕业典礼 也可以欢迎各位同学到台北校区去参加 那我们所有的同仁都会阶层的帮各位来服务 商业本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科目学习 那么在台东过去我们只能到高商 就是高学 我们刚刚这个中学的阶段而已 要往更上来学习 有他们的困难 因为我们不定的位置 如果我们到台北去大高手去 其实我们付出的成本是可以挺大的 那当然一个open universe的概念 开始在全界推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台湾的高等教育 在中生教育这一块 必然就是需要我们更优秀的大灯印象 来协助我们这个比较偏向的地区 加上现在整个资讯科技 通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让我们学习就为客人 台东高商同学率先为节目仪式 带来精彩的原住民歌舞表演 并安排舞龙舞师的展演 预祝办学顺利 在台北商业大学 台东高商校长及副县长 与议员陈明峰等人的见证下 进行节目 我们手中的红线接牌 掌声前面 别怕 台东高商校长表示 空中学院为许多学生提供工作与学位 取得的生活平衡 也可避免经济弱势学生大学毕业后 立即面临负债的处境 考虑家庭又考虑这个工作要收入 然后又要有学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能够获得到一些书节 而这样的管道它既有工作 它又有台北商业大学的一个学历 而且呢 它是先获得两年为主 因为有时候对这样子的学生 它要一次念完四年 也是极度的辛苦 在台东 不管是不是商校的学生 那我们希望吸引这一个 终身学习的概念 让现在只有高中职的一个社区的人士 也可以透过这个管道 一来不会占据它太多的时间 二来又达成终身学习 三来呢 如果有一些跟现阶段就学年龄的学生 也可以就近照顾到它家庭 顾到经济 空中学院入学无年龄 性别以及职业限制 民众可于工作之余 透过线上学习达到终身学习效果 值得有兴趣的民众多加关注 相亲可洽台北商业大学 附设空中精修学院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